Hello大家好我是Iris 我們剛經歷完HEYES的星期一 最近全球股市壁市都大跌 還有最近還有新的新聞說 日本央行要投行了 現在就不加息了 相信大家都略有聽過 日本就是幕後最大的黑手 那我們今天就來巴一巴這事件的來龍去脈 而且最後我還會分享大聲 Authur HEYES的建議還有分析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後哦 這幾天呢我們連交易所證券商的帳戶 都不敢打開來看 真的有點怕自己會心臟病發 一到日本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趁 這幾年日圓貶式的時候 到日本瘋狂的消費呢 但之後呢日圓就可能沒有那麼便宜囉 但為什麼這次是日本這島國 主宰全球的經濟呢 那我們就要關注金錢的流動了 主要的動作就是日本加息 日本央行在7月31號的貨幣政策決策會議上 決定從原本的接近零的利率提高到0.25% 那這消息之後呢 日本的日經指數呢 週一收盤就崩跌了12% 是自1987年華爾街崩膀之後 最大的單日跌幅 那為什麼日本剛加息不久全球的股市就開始崩盤呢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樣東西 是叫套利交易 carry trade 你知道那些大戶 他們是有龐大的資金 而他們想要低風險的投資 而日本還有美國的息差 他正正就提供了這個機會 你是想想 去日本借錢是不用付利息的 只要你換成美元存在美國銀行 你就能每年多修幾%的利息 或者你把這錢放在其他的風險投資 那你最後還錢的時候 還可能多賺幾% 那這麼划算的賺恰價的方法呢 就是叫套利交易 那我們可以想過去這幾年市場不斷的去說 美國加息 那麼可以想想 日本那些便宜的資金能留到哪裡呢 歐洲呢 它只有跡漲的問題 還有歐債的危機 中國呢 就有房地產的危機 那錢呢 就只能流去 息率高的美國了 吸引了更多的資金 進入美國的科技還有AI股 加上有AI這風口 Anfinian成為股王 但股市不可能單邊 無限上漲啊 市場氣氛過熱 肯定會有泡沫 而日本的加息 正正是壓在駱駝上 最後的一根稻草 日本其實為了刺激他們的經濟 已經採用了負利率政策 也好一段時間 那我們來看看國際清算一堂的資料 自2021年年底呢 跨境的借款就增加了 7421美金 那之前借了錢去做套利交易的人 見到日本加息了 借錢的成本就高了 那就衝過去要還錢啊 還錢的時候呢 就推高了日元的價格 當價格上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有些原本想在股市多帶一回的人呢 就忍不住要還錢了 從美股市場推出 那美股的價格就當然是不斷的斷崖 市下跌了 因為大家都不問價格的在拋售 原本可能在美股賺了50% 現在美股跌了 利潤可能只剩了20% 而且借的日元還升值 漲了20% 那賺了的錢都去賠了點貴率了 而且還要支付利息 而現在就只不過是加了0.25%的利息 不過今天看來有一個好消息 日本的副央行行長 內田真一 在今天8月7號就發出了 強烈的鴿派信號 他呢就在日本金融市場出現歷史性波動之後呢 他就承諾在市場不穩定的時候 不會加息 他在發表這講話之後呢 育圓對美元的匯率就跌了2% 日本的股市隨著大幅反彈 但是呢也有人說 他年底的時候呢也有加息的機會 而且我們看歷史數據 日本確實是會長期維持高利率 之前呢就出現過6%這麼高的利率 維持將近一年的時間 日本的股市之前也出現過加息的途中 陰陽風漲之後崩盤的歷史 那就是在1989年至1990年之間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美聯儲這招加息減息 可以說他收割的套路一路以來都是這樣 先在上一輪美元的放水周期裡 他用大量的美元推高了目標資產的全面泡沫化 製作了這虛假的繁榮 然後高價的賣出 再一舉消滅這個泡沫 然後呢又可以用美金超底幼稚的資產了 同一時間我們的幣圈老人 Alther Hayes他就發了一篇長文 是說日元的套利交易解除可能會導致 全球的交易市場崩潰 他還提醒我們加密的投資者 需要謹慎的使用杠桿 而且而且他還推測了美國的財政部部長耶倫 最遲會在下一週週一的時間 8月12號 亞洲交易開盤前會採取行動 美國的財政部呢 和美聯儲可能通過中央銀行貨幣互換的方式 去隱形就座 其實這就是說美聯儲會與日本的央行 進行貨幣的召喚 為市場提供流動性的支持 這樣就可以緩解日元的短缺 降低市場的壓力 而且他還提到 比特幣如果在美元 對日元大幅變動的時候呢 上漲就是說市場的就座可能有效 如果比特幣隨日元走強下跌 左右上漲 就說明市場對舊舊的信心不足 與傳統的市場同步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比特幣價格的走勢 來判斷市場的信心 還有潛在的風險 而且大家如果一定要用槓桿的話呢 就一定要明智的使用 而且要不停的監控你們的倉位 不要讓你們的比特幣 還有山寨幣爆倉哦 好那以下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內容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給我按讚 還有分享這個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